本來關門關注 今年8月開動的郵婚人 抽百萬名車在點空 在來十五個順利來 抽出各航空的褶子 其中最大眾電動汽車 是郵住在來投入市的郵先生 來抽到 為主今天是幾萬隻九千二十 現場郵先生也要宣布 每年要結婚的消息 可以說是氣死人人 我們明天要結婚 對啊你看你看現在記者這麼多 來來吃一個吃一個 阿浩東的人在新車頭前 歡喜小情 順便宣布每年就要結婚的消息 結婚是相當地立 這次郵婚人抽百萬名車在外面 其中最大眾就是特斯拉開車 是由到達市民郵先生去抽到 他表示到現在也不相信 自己抽到特斯拉 就算是自己那個 期待了很久的一個 那個心情的大使終於放下了 因為其實 對 對 都會想說 像我朋友說什麼 可能就是拿個模型車給你看看而已 做做做做效果 所以這一次看到實車 然後加上其實這段時間 特斯拉公司也都有跟我聯絡 所以這些都是真的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來雲林消費 那明年如果還有這個活動的話 就大家可以一起來參加 大家都有機會 婚人館本部觀光處今年八月 也會啟動由婚人抽百萬名車 四個月的活動是累積十六萬筆的頂度發票 總消費驚訝更多人 可以說是在到很大的影響 因此對每年是不是還有辦理這樣的活動 婚人館本部觀光處標示也會再討論 為了就是參與這樣一個抽這個汽車的活動 然後呢對雲林的這個整個遊城跟觀光呢 帶動更多的一個吸引更多的人來的話 那我想我們呢就是也相信 就是持續把這麼好的活動再推展下去 另外第九年有生意識標示 這次挑戰活動也連帶影響到他的家人朋友 但是他比來還有活動也繼續來參加 就一台一台我自己開一台給我老婆開 如果還抽得到的話啦還抽得到的話 對啊因為老實說我這一次這個狀態 其實讓我身邊很多朋友包含說 很多都是在地人 他們其實很多不知道這個活動 所以他們也藉由我這集 他們都知道這個活動 所以他們跟我說明年他們都想參加 所以明年可能競爭會更激烈 對所以大家要花更多 要加油 哈哈哈哈 來婚齡七頭可以當參加挑戰 歡迎專家鄉親在過年驚慘的時尊 做回來婚齡七頭猶蛋 記得